用餐完之后 呱呱乐试试手气 来看到台南有一间采讯行 日前来了一位30多岁的男子 当时买了一张 2000万的超级红包呱呱乐 结果幸运刮中了200万 还有一部进口收旅车 好 原来这名中奖人 最近他的小孩刚出生 运气特别的好 另外在屏东 也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刮中大奖 消息传开来 让很多民众都要前来试试手气 小事手气果然中大奖 真的太幸运 台南东区一间采讯行 日前有30多岁男子 买了一张2000万超级红包呱呱乐 所以幸运刮中200万 以及进口修旅车大奖 而这名中奖人透露 自己小孩最近刚出生 这才运气特别好 而另外在屏东 也有幸运中奖人 刮中200万跟进口修旅车 屏东内浦乡的彩券行 过年期间有一对夫妻 也刮中大奖 当时这位的年轻夫妇 进到店内 眼看台面上 还顺四桩瓜瓜乐 当下决定全买起来 没想到就刮出大奖 许多民众听闻 也纷纷前来沾喜气 怎么会来的 台北 台北啊 为什么想要来这边刮 因为我刚刚老家在附近 然后这边也有 包装那个汽车这样子 小小彩券行 被民众急得水泄不通 大家来买瓜瓜乐 老板笑开怀 但也真的快忙不过来 吃饭的时间就没了 基本都要用轮的 这个轮 很不用 很不用 农历春节 民众抢买瓜瓜乐 期盼新年 受到幸运之神眷顾 记得台南屏幕组 不高杀 我先回来 看到 到 下